星光叛毒,若商普同登场,美俄真能达成和解?作者徐伟 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再度当选连任总统 赢得选举的普京将自肖执政到2030年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公布文调显示 有47%受访者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回潮 比竞逐连任的拜登高了5% 如无意外,2025年将会是商普同时登场执政的时代 有分析指,如果特朗普胜出大选,美俄将会达成和解,对中国构成不利 表面上看美俄亲善的论调可能是基于特朗普一再宣称 他如果当选,将可以在一天之内结束俄乌战争 而普京亦曾经表示,他更希望拜登能连任总统 这被外界解读为说反话 指普京希望以此方式作特朗普一臂之力,但政治家的表态未必能代表政局的走向 美俄之间的巨大分歧,不止说修补就能马上修补 从根本上说,只要普京继续执政,西方就很难在整体上与俄罗斯缓和关系 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与俄罗斯与普京结怨太深了 乌克兰问题,波罗的海国家及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敌意 以及罪利亚问题都是双方的死结 即使特朗普重掌政权,有无法憑一人之力,统一西方各国的态度 将这些死结续一解开 更何况,以特朗普重利轻易的个性 不和盟友闹翻面才怪 谈合了,他罪不擅长 就算特朗普有意改善美俄关系 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将对他构成很大的阻招 回顾过往的美国选举 总统候选人大多数会在选战时批评时任总统的外交政策 宣扬自己的政治构想 但当他坐在白宫白宫室时 他真的能够做得到的对比嘴上说的一般是大打折扣 因为美国政治制度讲究是制约与平衡 或者会令到酬脱满自己的特朗普最终止停留狠,说就凶狠的阶段 另一方面,普京在选举后立即谈及中俄关系 他指出,俄中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 并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他表示毫无疑问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俄不是盟友,盛似盟友 除了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外 也是因为面对西方霸权 中俄都必须捍卫各自的国家专业 俗话说 铁打的普京,流水的美国总统,聪明如普京 又会否为一个不知能够做多久的特朗普 而放弃与中国长期而深入的合作呢? 所以,普京和特朗普的隔空互撑 很大可能只是各取所需的政治把戏 不必太当真 毕竟矛盾太深,美外要达成和解,路左扯墙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 部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